狗作为人类的好伙伴,是最受欢迎的宠物之一。 可随着养狗的人数增多,越来越多的宠物狗被不负责任的主人抛弃,变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狗。 这些被弃养的宠物狗大多没有生存能力,只能躲在人类看不见的角落里默默死去。 这位小哥正是为了拯救一个被抛弃的小生命,出现在了这个废弃仓库门前。 有人向他求助说,在这里看到了一只被遗弃的小奶狗。 小哥第一时间赶来,走进仓库环顾四周,并没有找到小狗的踪迹。 而且这里遍地都是垃圾和碎石,怎么看也不像是适合刚断奶的小狗生活的地方。 可小哥没有轻易放弃,决定在周围的空地上找找看。 很快,他的目光就锁定在了窗外的石块堆上,那里隐约能看到一个警惕的小家伙。 小哥翻过墙,吹了个口哨,刚刚还在试探观察的小黄狗立刻迈开小短腿,跌跌撞撞地跑了过来。 他小小的尾巴不停摆动,好像非常兴奋。 小哥把他放进航空箱里,小黄走了进去,趴在了小哥为他准备的毯子上。 他把脸埋进毯子里,小眼睛挑向身后的小哥,像是在确认身后的这个人有没有离开。 这眼神看得小哥十分心疼,他关好后备箱,开车去了宠物医院。 被丢在地上的小黄无助地环顾四周,夹起尾巴,身子微微发抖。 还好医生很快走了过来,温柔地摸了摸他的毛皮,把他放在了体重秤上。 可能是因为很久没有好好吃过东西了,小黄的体重相当轻,身上几乎没什么肉,这让医生抓着他的动作都小心了一些。 医生把小黄放在诊疗台上,一眼就看到了他的背上一大块脏兮兮的牛皮选。 可能是因为长期生活在脏乱的环境中,刚出生不久的小黄抵抗力又很弱,这才染上了这个十分顽固的皮肤病。 医生仔细剔去牛皮选周围的毛发,把里面的浓液一点点挤出来,取来药水轻轻涂在小黄的伤口上。 药水的刺激让小黄有些不舒服,但他也只是向后看了一眼,没有做出任何反抗。 小哥心疼地摸了摸他的脑袋,安抚着小黄的情绪。 小黄把下巴搭在小哥掌心上,眼睛微微眯着,十分享受。 处理完皮肤上的感染,医生又仔细检查了他的眼睛和牙齿,还为他测量了体温。 幸运的是,这个小家伙并没有什么其他的健康问题。 在医生的指导下,小哥洗干净了手,亲手给小黄点上了驱虫药。 可等他放心地去搅了肺回来时,却发现刚才还安静趴着的小黄挣扎着坐了起来。 小脑袋不停地东张西望,喉咙里也发出低声的乌液。 似乎只要小哥稍微离开他的视线,他就会非常不安。 小哥不知道这只可怜的小家伙究竟经历过什么,连忙上前把他抱了下来。 看到小哥的小黄开心地摇起了尾巴,身体也不再颤抖。 小哥被小黄粘人的样子深深打动,放弃了原本找领养的计划,决定带他回家。 他调好水温,小心避开伤口,给小黄洗了个澡。 小黄虽然有些怕水,但还是没有挣扎,很快就在宠物相剥的作用下变得香喷喷的。 小哥买了一大堆宠物用品,为小黄送去了水和美味的罐头。 鸡肠鹿鹿的小黄嗅到香味,立刻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,直到肚子滚圆才不舍地停下。 吃饱喝足,小黄翘着尾巴开始四处探索,秀着小哥给他准备的网球玩具。 虽然现在小黄还没有学会玩耍,但相信过不了多久,他就能跟所有被人宠爱的宠物狗一样,在草坪上尽情奔跑了。 探索完家里的每一个角落,小黄似乎也在这一整天的奔波中耗尽了体力,趴在垫子上安心地睡着了。 小哥轻轻抚摸着他的毛肚皮,小黄只是打了个哈欠,自然地暴露着他最脆弱的部分。 小小的眼睛中满是信任,这或许就是人与动物之间最真挚的情谊吧。 希望小黄能在小哥的呵护下健康成长,也希望,这样被抛弃在荒野之中的小家伙能越来越少。 好了,关注我,带你看更多生命重获新生。